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不滅 如果你們所見的不滅去逛了漫展 這次的漫展對我而言可說是相當具有益力 還記得上一次我在台中的漫展當了一個盼子 那時的輝夜還立地在目 那這次算了一下花了大概五千 我是不滅,我的情節再見 在那一天我暗自發誓,下次漫展絕對不要再亂花錢了 結果,我食言了,我花了八千多 帶來防守力的周邊 這次帶來原美的餐位多數有許多防守力的周邊 另外D4DJ,Double Life,邵哥這些以前比較少見的周邊也全部都有 我們也知道了這些消息後 在正式寫薪之前還到了現場勘察 我們也刻意地將時間定成漫展的最後一天 就要借此減少自己的慾望 但是,真的,真的太想念了 各位能夠想像嗎? 再加上因為是最後一天,人流病的比較少 比如說,以往大排長榮的五千花 甚至不用排隊就能進場 大大增加我的購買時間 最後,如你們所見 這就是我在第二次光漫展買到的所有東西 這些東西不包含第一次做場地勘察 忍不住買下的商品 以及不小心忘在家人車上的方德利化軸 到底在做什麼? 我哥當時看到我在原美餐位買的東西後 有片告訴我說,花了那麼多錢 不拍開箱實在太可惜了 所以今天不滅我就要來介紹 我在漫展買到的所有東西 那麼現在就讓我來開始介紹一下吧 第一間商品我想先開西蒙的 這個是使用器少女美食界的大亂鬥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對,這個聽說是桌遊啊 當初買下來是希望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玩的 結果到現在還沒有拆開 這個桌遊700塊啊 700塊錢真的是有點小貴啊 OK,然後給大家看一下背面 背面大概是長這樣 長這個樣子 好,我們現在就來拆封看看 這個的話是他們的 手遊說明書 對,桌遊說明書 講錯了,抱歉 然後裡面大概是長這個樣子啊 墮墮天使 大騷動的 該算是貼紙還是什麼東西的 棋盤大概長這個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先放到旁邊 好,然後再來我們第二個要拍箱的東西是 瑞琳的小說 瑞琳小說是來清英文的攤位買的 我相信各位應該也蠻熟悉的 我先想辦法拆開 這是手刷出現正面 是一個雷姆 雷姆 雷姆叫的 然後背面 背面這個是一個大格 正在對著485做什麼 難上加難 沒想到攻克爾殺海之塔後 或者是我還不打算放過主角 還可以讓他進入了第七章 並且和其他的夥伴分離 所以第七章基本上應該是沒有 海密蒂亞的 你知道的 身為ENT的教徒 第一頁的彩服 就是雷姆 我的右手邊這一位的話 是那個失去記憶的爆石魔女教徒 我不知道耶 是爆石還是餓死 還是寶石 隨便啦 反正就是爆石教徒 三兄弟姊妹中的妹妹 對 他一樣也是失去記憶了 好的 那其他的攤位都講完了 接下來就進到 我前進的第一站 以及我的主力 圓美這一攤 那現在剩下的東西 全部都是圓美的 首先 先開箱這一個東西吧 這個是 的滑鼠店 當初在看的時候 沒想到 放在桌面上 會這麼大 很大 我來拆一下 好難拆 這真的好難拆 經過我們找來 剪刀大哥的幫忙之後 我們終於可以開這個 シラサキシサトウ的滑鼠店了 喔喔 它裡面 它裡面還有一張紙 裡面還有一個 使用注意說明書 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喔 真的很大耶 這看起來真的很大 哇塞 這一張圖片出自於 カストハレット 樂團劇情二章 モヨジドルミナス 那裡面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 便是出自於 シラサキシサトウ的口中 謝謝你 艾亞 謝謝你給了我夢想 這段也是 很重要的心態轉折 一直以實際目標思考的他 也開始有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選擇購買シラサキシサトウ的滑鼠店的原因 這個之後我會待到我的大學宿舍 所以如果你剛好也是要上大學的 然後你看到你的室友 他的那個桌 宿舍的桌子前面 擺著這個滑鼠店 沒有錯 那就是我 就是我不滅 還是覺得好香喔 這個一生後花家是真的值得 OK 那麼開完 シラサキシサトウ的滑鼠店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 開箱的是 在原美購物完後 店員所送的貼紙 那 他送了五張 是 店員在給我貼紙的時候 他是說 一般來講 只會給一張 但是因為我買的 有點多 所以他送了五張 不知道會開出什麼樣 Founder Light Wolf的貼紙呢 第一張貼紙的話是 喔 這一張是我蠻喜歡的 一張Founder Light Wolf的照片 那就是We Destiny OK 這是第一張 然後再來第二張 不知道第二個會開出什麼 應該不會相同的吧 喔 這一張是 第十三張 Founder Light Wolf的圖片 也就是We Memories Zimi還有Saya真的蠻可愛的 再來第三張 喔 第三張 是Founder Light Wolf的第一張圖片 We Miracle 那 裡面的劇情講述的是 Kasumi和Alyssa第一次相遇的過程 再來是第四張 再來是第四張 這是所謂的第十二張圖片 We Promise 這通知也是Yukina、Lisa 以及整個Roselia 實現自己夢想的瞬間 就是他們在face上面演出的畫面 那這個劇情可以追溯到 Noble Rose 那個歌唱的巔峰 也就是第一百零五期的活動劇情 看了我都想要再去回顧一下劇情了 等拍完這支影片吧 然後再來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張貼紙 不知道會開出什麼 蠻期待的 是After Good Reusual Mocca還有Lan 這一對CP 一隻Modori的日常 真的也算不錯啊 話說啊 雨秋的屋頂是 這麼輕鬆就可以上去的 我不經陷入了損失 好啦 那麼開箱完貼紙之後 我們把貼紙一一的收走 接下來我們要開箱的是 這個白色奇怪箱子 看起來很奇怪 但這個其實是 16張的色紙 芒豆是五公園嘛 我覺得 還算是火炬意義值得紀念的一屆 所以 我就把16種色紙全部買下來了 這裡面 應該是芒豆Live with 16張圖片 現在 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拆看看吧 OK 我們這邊 差不多打開了 這裡出現了滿滿的一疊 滿滿的一疊色紙耶 哇 給各位看一下 16張 喔 這樣解釋起來 剛好16張耶 撲滅 我不打算把每個都拆開 我們就 隨便拆其中三個好了 其他的 我想要留著 畢竟我不太忍心 把所有東西都拆開 我們現在先拆 隨便其中一個好了 這個裡面會是什麼呢 喔 Refender Refender的色紙 他的背面是這樣 然後 這是他的正面 我們再來隨便開第二個看看 會是什麼呢 喔 這一張又來了 又是Loselia的We Promise Loselia實現約定的瞬間 我們來看看第三張圖片是什麼 我是不是拿反了 喔對 這樣 嘿 喔 這個是 Refender 第十張圖片 每當開一個出來 真的就是 又多了一個 有幫兜力的回憶 不知道16個開完會怎麼樣 到時候在社群上面再PO圖片 請各位放心 一定會全部開完 只是我現在不想全開而已 這些光是擺著就可以當紀念 在我的宿舍擺 所以 如果各位 你也是即將要讀大學的 然後你看到你的室友 有著這16張 擺在自己的宿舍上 那可能就是我滅 色紙開完之後 接下來就剩這兩個東西了 這個是所謂的重頭戲 也就是W.S 我對於 黑白雙刃 這款遊戲不太了解 我只是拿來收藏 然後順便回顧一下劇情 好像是有角色卡 還有什麼名場面的卡片 那我們現在就來拆看看 看看有什麼東西吧 OK好了各位 經過我們剪刀大哥的幫忙 我們終於可以來看看這個W.S 然後先給各位看一下背面 好我們現在就來開封一下吧 看起來 好豪華喔 這裡面還有一張卡 這裡先暫停一下 這邊是已經在剪片的不滅 我本來以為只要卡面有發光的卡 就要閃卡 後來上網找W.S 更詳細的規則才發現 我好像講錯了 然後好像還把事件卡 分類在角色卡內 所以如果 你還在觀看這部影片的話 那麼接下來請把不滅說的閃卡 當作是會發光的撲卡 然後看卡面聽劇情就好 請各位編小力一點 謝謝 喔原來是 然後這一張不禁讓人想說一句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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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當作我沒聽到 再來第三張 第三張是HIROMACHI NANAMI 練BASE的畫面 這個是活動劇情 劍士高飛的練習曲 因為歌詞的段落 那個時候TOKO還有綠吵架 然後再來這一張 這一張是MOKA 自創漫畫的那一個活動劇情 OK然後再來第五張 喔這個是閃卡 喔開到閃卡還不錯耶 那麼快就有一張閃卡 雖然我不知道稀有多 不過至少我喜歡 我這一張是Pastor Palais 樂團劇情三張嘛 開頭IDOL OK然後我覺得 閃卡還有普通卡片 我們放另外一處 分別放 喔這個是Lay還有Maskin的劇情嘛 那就是Outside還有Inside 那這個是在講Lay的外在形象 還有內在形象不一 所以他最後會喝黑咖啡了嗎 好像 好像還是不太喜歡喝黑咖啡的樣子 喔這張是Toku的 這一張的話是Evo的 這一個也是Title Idol的 我怎麼跟Pastor Palais三張那麼有緣啊 欸也是閃卡 我們放這邊 然後再來這一張 這一張應該是冥場面吧 這一張是Anson of Tide 那這一個活動劇情是 效忠帶累的最後一棒 OK好那第一包開完了 我們接著開第二包 首先第一張是Karu 第一張是Saya還有Vimi的卡片 Utabaako的卡片嘛 OK 然後再來第四張 喔!Mitakela買一煙 喔不對不對 他購買商品的劇情 我差點就講錯話了 這個是那個 Vimi還有那個Misagi去賣場看電影 然後被Aiya還有七殺頭嚇的活動劇情 我還是覺得蠻好笑的 然後這一張是 喔 Yuki拿的 這一張Yuki拿的卡片 我真的覺得好漂亮喔 下一張 這一張是 喔 Tomoe打太鼓 一樣那一句話 HAPPY LUCKY 我比爸爸賽亞 再來下一張 這個是 蔚藍星光閃耀的活動劇情 那講述Pastopale 像Afterglue借歌詞的劇情 再來最後一張 名場面 喔 這個是名場面 這個是 Yuki拿還有Kasumi在一起的畫面 我覺得名場面還是放一排好了 這一張是 Rocelia樂團劇情三張Super Record的活動劇情 Yuki拿在進入商業世界前說出了一番話 就是說 是啊,往前進吧 朝著位於光芒中屬於Rocelia的未來邁進 就是這一張圖片 喔 這張圖片真的超美的 我很喜歡 下一張是 綠還有Kaolu 這一個是 緩開花樹下的軒爛交響曲的卡面 Imae Lisa的 果然這一張還是蠻標準的 這一個應該是 Evo的 有人要拜訪那個Evo家嗎 感覺是第一張 這個是 Crewing Out Sister的活動劇情 那個時候 阿口還有同胞A發生了一點誤會 手心快解開的誤會才達成和解 又來了 Kaikaiatoko 這個一樣是正式高飛的練習曲 一樣是出國 抽到同胞的卡片了 好,然後再 這一個 喔 雙子 雙子除大好 這個是他們去 關心嘛 好像是天文社要廢社 Kina就請塞油幫忙嘛 從第一章開始的歌是一樣的 這個是 Hirokane Linto 擔任那個 學生會會長的時候 的活動劇情 然後劇情裡面 他和Alyssa 相處的過程 真的相當的有趣 兩個內向的人 究竟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真的,第一次看到 下一張 這一張 冥場面 同時也是 Bundle Live Wave的第二張 Webreath 好,類似而已 好像F-O 這一張 喔 這一個真的相當的香 這個是那個 雜雅的 順帶一提 旁邊這一個的話 是Kasumi 他好像在幫Kasumi梳頭髮的樣子 再來這個是Misaki 喔 這個是虛幻之夜的夢 也就是Misaki和父母吵架的那一次 這個是冥場面 Kasumi他們等人登上巨蛋 並且講出自己各自樂團的理念 他先放在這裡 這個是Aya在做偶像基本練習 欸? Turumaki Kokoro 這麼說起來 昨天好像是Turumaki Kokoro的生日 我都還沒祝他生日快樂 可惜我沒有多餘的Star 去抽他生日特製的卡面 真的蠻可惜的 這張是 哇 閃卡欸 哇 終於一個 SP了 是不是 哇 簽名卡 哇塞 拿到簽名卡了 雙子除大好啊 真不愧是雙子 這個是那個 沙遊的卡面嘛 然後他們兩個一起關心 特訊之後就會有這樣子的卡面 OK 那既然是簽名卡的話 那我們把它放在另外一處吧 明場面 又是一樣 潮河與變化 活動劇情 我們再來 下一包 QQ 又是一樣的 這個又是Outside Inside 終於 Lini的姊姊終於出現了 我還想說 那個百合怎麼一直沒出來 最後一張 明場面 全新旅途 活動劇情 因為 Mashiro聽到 Kasumi說要來他們的live 所以壓力爆棚 寫不出歌詞 然後其他團員就 負責搶Mashiro的工作 幫他寫歌詞 一樣的 一樣的 喔 這一張 這一張是 閃卡 不是簽名卡嗎 喔 沒有 SR 這個是Kasumi的 Kasumi的卡片 喔 真的好漂亮 那我們放另外一個 位置好了 SR Halto Palo Palo 也就是不一樣的Palo Palo Calo SR Palo 又是不一樣的Palo Palo Palo 的三張樂團劇情 那 卡龍握住手的那個人呢 叫做Licolina 然後公主,那他長得跟卡龍一樣 這個是Paleo Paleo抱住QQ的這一幕 這個在第三季的第11集 以及Paleo的特訓前的卡面 你可以看到 這樣,Paleo出走事件 算是Racerseedon裡面劇情最沉重的一幕 但是相當的感人 同時 QQ的生日 也因此造就出了一首歌曲 叫做Beautiful Birthday 喔! 來了,最後一張 這個是Otai還有Lay的名場面 這對CP也真的很像 剛好我前幾天還有做他們CP的相關影片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點擊這裡點進去看看 他們兩個的劇情 雖然帶有一點遺憾 但是到了後面很感人 喔! 最後一包了 這個是Putaba Tsukushi 這個也是蠻開花樹下的炫燃焦蟲曲 這個是Kasumi 然後最後這個是Kokoro還有Aya的 OK,那麼 所有的卡片就這樣開完了 所有的卡片就這樣開完了 總結而言,開這些 WS的卡不僅僅只是拿來收藏 而且也相當充滿著各種回憶 邊開的時候我都可以邊回憶他們 幫兜莉的劇情 可以拿到這種簽名卡我真的也是值了 真的真的 那接下來呢 既然都開完了 我們就把最後要開箱的東西拿出來 把這些卡片放到這個Kanon專屬的放卡盒子裡面吧 OK各位,我現在已經把盒子的外包裝給拆開了 那接下來就把我們這些卡片放進這個Kanon的盒子裡面吧 好啦,以上就是不滅的開箱 WS之後有漫展一定還會再去買個集合 希望自己可以再抽到前面的卡 每路到的周邊都會在社群補上 總而言之 逛漫展真的會有很多驚奇等著各位去發掘啦 尤其是黃豆莉的周邊真的是讓我KIDA KIDA DOKIDOKID 總歸兩個字 真香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或者是按讚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